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5日 中共建党百年之前 北京那边中共自己搞了很多的活动 搞得是非常的热闹 与此同时在海外 著名的民运人士 也搞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 那么今天给大家借这个平台 简单介绍介绍 一个是根据光传媒 今天发布的消息 一个是活动是西雅图 大西雅图地区有个七一游行 主题是结束中共邪党专政 这个宣传的海报 这挺醒目的 上面是一个共党的镰刀斧头 隔九塞的斧头 链刀 时间是2021年7月1号 说是共产邪党恶党杀人党百年恶日 那么口号是什么呢 是全球抗议联合反共 抵制渗透 结束中共 那么时间是周四 晚上 这个晚上七点钟 在西雅图寺中心 叫西湖公园 西雅图我去过 风景非常优美 一个小城市 那个城市里面 这个物价比较便宜 房产那个便宜 比多伦多便宜多了 那里有独立屋也就几十万吧 现在可能不行了 我记得几年前我去 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这个活动就在西雅图 西湖公园举办 他说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好像还有地点 等待确定 组织者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这是从网络看的 我们就不太了解 民主中国阵线 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联 美国支持民主团体 联合举办 后边有一个联系的信息 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感兴趣的 可以参加 通过这个信息去联系 这是一个消息 那么另一个消息 也是这个光川媒报道的 这个也就是光川媒杂志 网看 举办了一次百年中国 中共百年直播 一个小 一百个小时的研讨会 一百个小时 时间够长的了 但是这个报道呢 没有讲究竟什么人参加 具体名单没有讲 我估计可能没有确定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这次这个活动 由光川媒主办的百年中国 中国百年研讨会 六月二十七号上午十点钟 美东时间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研讨会将采取线下和网上网络 同步进行的方式进行啊 同步的方式进行 那么持续约一百个小时的直播论坛 论坛 这个论坛这个规模挺大的 而且时间这个够长啊 将由多位华人界著名人士嘉宾 共同参与发表演讲 我估计最起码 魏京生 王丹等等啊 估计等等 王军涛 这个徐文立 是不是都能参加 我不太清除 所以我猜测啊 那么这篇文章没有讲 他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这个回顾中华民族百年历史 中共成立发展壮大 以及啊 篡夺领导权的血腥统治 数代华人历经战乱 动荡颠辟流离 政治动荡的学历史 啊 这个是 这是件大事啊 本次研讨会将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 探讨和展望中华民族未来 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 有更多华人同胞看清中共本质和中国现状 关注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 那么这篇文章讲 再次呼吁全球华人共同参与 一起行动起来推翻 推动中国世界民主 建设美好家园 本人认为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啊 因为中共的垮台即将来临呢 这个可能将来 这个有一些领寓人物啊 都可能将来在中共的 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 不可获取的这个角色啊 包括现在每一个活动啊 都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刚才这两件事啊 这是我看到的 另外呢 今天看到了这个魏京生先生啊 这个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啊 中共现在正在 呃 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党史嘛 这个党史是一个虚假的啊 这个谎言 谎话连篇的 这样一个党史啊 所以我很生气吧 那个史写着那个 那个史还不太文明的字眼 这个魏京生呢 也发表文章 也讲了一个简明的中国党史 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啊 魏京生 呃 因为他过去 这个由于他个人经历决定的啊 他不像有的这个 呃 博士硕士啊 写文章 文章章的啊 看了以后很难懂啊 就魏京生文章写的 呃 像讲大白话一样 这个就像工人们促膝贪心的 呃 严谨一害啊 深入浅出啊 这我很喜欢看啊 呃 可读性很强 他在这篇文章讲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怎么起家的 他刚开始就讲 他说 呃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 是陈杜秀 1920 20年8月份就在上海成立了 说现在呢 中共不承认啊 这个历史 而把苏联组织建立的职务 当成正统了 就现在这个一大 假 这个是个假的啊 说应当有特别的意义 证明 这不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党 而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为模式的 黑帮专制集团 集权 集团 专制集团啊 就魏京生 这个非常直白啊 他说很多人都困惑 如今这么丑恶的一个镇压机器啊 怎么能活一百年 还有自由的人 日益强硬 最典型的莫国语 郭文若 他说这些知识分子啊 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 说但大部分人应和潮流灭死中国文化 甚至痛恨中国的传统文化 要彻底砸烂传统化才能够全盘西化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的来源 是从阳没外 全盘西化 这是中国百年灾难的开始 因为全面西化是不可能的 西方各国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自身历史文化的基础上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立 成功的建立在全面别人化的基础上 这根本就是违反历史规律 这是他讲的来源 那么魏京生这篇文章啊 非常长 我不给大家就是具体的讲太仔细 因为本人这个节目控制在十分钟左右啊 应读者的这个要求和阅读习惯 那么魏京生这篇文章 我认为了在最后的部分啊 他这个讲到了这个 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啊 那虽然是这篇文章魏京生 缴随为京生以前发表的文章 应该讲是一个一篇比较 篇幅比较长的啊 以前他都很短的 这一次这篇文章真是有几千字啊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观点呢 非常的一个这个鲜明啊 他讲到到现在习近平的第五代领导集团啊 正在努力打破这个双赢的平衡啊 那么呢 中国的外向性经济已经走到了头 在美国和中国都无法继续下去了 中共韬光养晦的烈石动物外交 烈石动物外交啊 和别人别人是战狼式外交 他改成他自表述是烈石动物外交 为了维护极端民族主义而改为战狼外交啊 那么呢 让美国和世界都难以容忍了 说大清洗加剧了中共党内和军队的矛盾 加快了人才逆向淘汰的速度 所以习近平的皇权改革 皇权化改革必然不能成功啊 共产党的灭亡 这个值日可待啊 以前共产党不讲 总是讲这个所谓双赢嘛 对不对 忽悠老百姓啊 现在他认为也走到了这个极端啊 那么这篇文章发表在光传媒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只简短的介绍到这里啊 另外最后再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王丹 一篇文章啊 王丹也非常活跃啊 他致敬苹果 港平 苹果日报 他对这个苹果日报这个停刊 这个事发表了一个观点啊 他认为苹果的精神这个长存啊 他说因香港的港府的打压呀 他说这个拘捕高层 并冻结相关银行的账户资金 香港苹果日报啊 决定今天午午夜后即时停运了 说是八九名 自一的啊 这个旅美学者王丹说 我们要向平香港苹果的朋友们 至上诚挚的这个敬意啊 因为王丹影响非常大 这篇文章介绍王丹 对这些苹果的员工是很大的鼓舞啊 那么这个王丹说呢 苹果日报在香港的坚守 代表了港人追求自由 抵抗专制 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放弃的精神啊 我们姑且听称字为苹果精神 苹果日报可以倒 但苹果精神这个常在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